近日,由辽宁省图书馆联手沈阳出版社首次对国家级文物聊斋志义手稿本进行了高清晰扫描并成书对外发行 让广大读者可以一睹300年前蒲松林的真迹 并可以将这套下真迹一等的仿真影印本收入囊中 5月7日记者就前往沈阳出版社采访了这部书籍的幕后团队 众所周知,聊斋志义是中国古典短篇文言小说的杰出代表 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作者手稿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作品 目前聊斋志义存有半部,藏于辽宁省图书馆 是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国家级文物 在此之前,该手稿分别于1955年、1995年和2012年推出过影印版 但是仅供内部使用,并未推向市场 此外受技术和条件限制,此前影印版的清晰度也较低 因此由沈阳出版社首次出版的聊斋志义手稿影印版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高清晰影印版 这本书,在我们出版这本书之前 它在市场上是一个空白 是我们出版这次,这次出版这个图书 它应该是一次填补中国出版业的空白的一次出版 沈阳辉向记者介绍 此次影印版的编辑成书难度极高 这本书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跟以往我所编辑的出版的图书 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呢,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这本书是我们跟辽宁省图书馆通力合作 来竭尽全力来做的一本书 当时我们做这一本书,我的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来还原这个蒲松陵这个手稿的原貌 就是最大限度的来还原 要做成一个下真迹一等的这样一个精品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直接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质版 我们通过反复论证吧 我们达成了就是一种共识 就是最后采用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那种非接触式的扫描仪 来扫描这个文物 近年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 直至书籍市场不断受到挤压 那么出版社又为何要下如此大的心血来制作这样一套书籍呢 首先是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担档 不管这个市场怎么变化 人们对这些宝贵的文化传承还是需要来做的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一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有这一份能力 就是我们经过这些年做珍惜版本 做这个影印图书 包括以这个古代的宣纸版本来做 我们不断的在扩展我们的这个能力和视野 据了解 聊斋之意创作于康熙初年 历时40年成书 目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的半部 为蒲松林亲笔在竹纸上抄写 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为研究聊斋之意的成书年代 分卷编次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证据 是教普现行聊斋之意诸多版本文字揣物的第一手资料 此次推出的影印版 为更多的读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一部高清影印版 是中文字描写的一部高清影印版本文字描写